多視覽 月光米寵 impaired been laden ikabelle mich快 伸手抓一包陽光 乘著風翱翔點亮 四面和八方 色彩像煙火 繽紛又奔放 我要活的不一样 心中沸腾的希望 带着我勇闯所有艰苦的城墙 身上泪河伤明具无穷能量 看我发热又发光 到明天记得莫名字 用我选择的方式 梦想重新开始 每一步都有不变的坚持 只有我能写下自己的精彩故事 世界看见我样子 精准骄傲的标志 梦境重新开始 灿烂星天地美丽光星期 未来的路灯我暂时告白 而知 我应该说什么 我留下我 我留下我 每天都在 都在 你留下我 我留下我 你留下我 我留下我 我留下我 黄太后 有说些什么 阿姨她其实 也没有因为拍广告而生气啊 反而是因為廣告的效果太好 然後她覺得很困擾 她才上來台北 哇 那雅芝說對了 她昨天也跟我說 搞不好是阿姨自己很喜歡 誇張 那雅芝應該沒有跟阿姨就亂說話吧 你是說哪一句啊 聽妳這樣講話戲啊 真加戲 沒事啦 阿姨很喜歡雅芝 又婷 到底為什麼那麼怕國良媽媽 這也不是怕阿姨對我 是比我媽還要嚴格啦 阿姨對我很好 那種心情就很微妙了 哎呀 妳也不懂了 妳不要問那麼多了 老高 妳手說要去月娥那邊留言 妳看我跟雅芝 寬丹跟曼莉 國良俗盡 妳看去那邊留言 妳看感情就很穩定啊 不要不講一下 妳就去月娥那邊留言啊 我要去孟十七咖啡廳 老高 等一下 來來來來來 那我陪妳去吧 妳想妳怎麼吃啊 哎呦 她一定睡到中午的啦 不然妳去孟十七要幹嘛 我需要一杯寬量餵牛奶 對喔 妳不需要一杯萱萱餵牛奶 白癡 走開啊 欸 先生 先生 妳好煩喔 唉呦 一起 喂 老高 她不是要去孟十七嗎 師傅 我問妳喔 妳當時被淑淨拒絕的時候 是怎麼調適心情的啊 妳這樣問廢話嗎 我再來是難過到爆炸 我希望妳記住過往的美好 我們仍然是最信任的同胞 遺憾或許是為了下一個美好 以後的以後 我們可能是誰的摩摩摩 以後的以後 我們可能牽著別人的衣袖 李淑敬 是嗎 怎麼了 被小倩的妹妹拒絕了 拒絕什麼了 難怪你們最近沒什麼互動 叫你去聽歌你也不去 在FB上面寫一些有的沒的 那我最近都會這樣子 怎麼樣 你會不會聊天 你才不會聊天 把我痛苦的事情都挖出來 我就想起 你應該問說雅芝為什麼喜歡我 而不是問說 淑靜為什麼拋棄 我只是好奇 淑靜拒絕你 你有沒有難過 為什麼你們可以當好朋友 這是個好問題 這個呢 就是你跟師父的差別 什麼意思 你啊 要鼓起勇氣的高 坦蕩蕩 被拒絕了 就果斷放棄 絕不死才能 最死常是你好不好 我是叫你勇敢一點 不是叫你那麼膽小好不好 怎麼樣 一天吃的菜還喜歡吃嗎 非常好吃 謝謝 謝謝 誰會叫你男朋友使這個 他寫不會有八塊雞 可是他那個綠牌的男主角 真的超帥的耶 對啊 包他之後會不會是別的 看到這種情形 受得了嗎 嗯 還是因為 你以前做模特兒做慣了 你見怪不慣 也不是 就 某良他來幫忙嘛 我說他當做是工作 你別騙我了 這要是我老公的話 我早就翻臉了 對了 我老公的身材 是沒像他兒子這麼棒 所以啊 我現在以女性的立場來講 某良身材這麼棒 也應該造福大家了 淑靜 你不要受那個邱又婷的影響 看見我好像老鼠看到貓一樣 這麼怕 到底你是某良的女朋友 我應該多了解你一點 對不對 那阿姨 我老實跟你講哦 以後啊 不會再讓某良拍這種廣告 所以 你現在 是以某良女朋友的立場 在說話囉 其實啊 我這次回來 發現 某良變了很多 他變得 比較開朗 比較活潑 還會跟我開玩笑 所以 其實我也很高興 對啊阿姨 某良最近把他的藕包放下了 我跟你說 他喝咖啡的時候 甚至會跳電流舞耶 電流舞 下次我叫某良跳給你看 好啊好啊 電流舞 最小子會跳電流舞 而且我還有帶他去上國標舞的課 我還要去跳鋼管 啊 我說二姐姐這麼厲害啊 小感冒發燒 要多喝點水 把汗逼出來就沒事了 好啊 你好我是九一七 你可以送兩瓶不要冰的 礦泉水到我房間好嗎 好謝謝謝謝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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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什麼事啊 那妳趕快開門 好 小雨 高領班 妳不是休假嗎 怎麼回來了 301號房的客人 要我幫他做行程規劃 麻煩妳幫我交給他 好 另外 這個請妳們吃 謝謝 謝謝 等我一下 餵 櫃台妳好 9172房的8先生婚倒了 馬上就救護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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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大哥 你醒了 我看到了 我装睡也被你发现了 真是难逃你的法医 小天 你怎么会来这里 八大哥 你如果生病不舒服 你就打电话到柜台 我们会带你去医院 你干嘛自己一个人 闷在棉被里面 把自己闷到昏倒 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 你不知道 以前我发烧的时候 都是裹着厚厚的棉被 然后流一身汗 烧就退了 以前我女儿发烧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认为 可是后来我才知道 这个观念是错的 像你这种体质很虚弱的人 根本就不适合 把汗逼出来来降体温 这样子只会让你的身体 更加虚弱 你明白吗 报告长官 我明白了 以后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调皮 你是不是怕我骂你啊 我不是怕你骂 我不是觉得自己很丢人 小小有感冒还跑来住院 要浪费你的时间 要浪费你的时间跑来看我 你真的跟我女儿童童一样 很爱逞强耶 每次小病都不说 拖到最后变成大病 你女儿不是逞强 她这很贴心 她不跟你说 是怕你担心 女儿是蛮贴心的啦 可爱的时候很像天使 可是皮的时候跟恶魔一样 我的女儿不是也一样吗 小的时候有时把我太太欺了要离家出走 后来我女儿就不好意思跑到房间躲起来 找一张纸 画一个妈妈 让旁边画很多很多爱心 表示跟她道歉 后来被我太太发现了 她就不生气了 八大哥 那要不要我通知你的孩子 让他们回国来看你啊 不用不用 我这小感冒啊 我刚刚睡了一觉啊 就感觉像充电了一样 现在精神好得很 马上就可以出院了 你确定吗 可是刚才护理师都告诉我了 她说你是肺腺癌二期 她跟你说之前干嘛吗 她可能以为我是你的女儿 所以她要我劝劝你 乖乖地听医生的话 住院治疗 你干嘛这样看我 你干嘛这样看我 我告诉你啊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就觉得我们俩长得很像啊 忽然我发现我们两个 根本就是父女脸 你也很可能就是以前啊 我留在台湾的女儿 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爸大哥都什么时候啊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哎呦小贤 没有事的啦 我都照时间吃医生给我配的药 毕竟是控制得很好的 哎呀你不要跟我儿女讲我的状况 他们会很紧张的 他们都很忙啊 你通知它会造成他们的负担 他们国外要上班 今天我生病要起架坐飞机回来 要坐飞机回去上班 哎呀多麻烦嘛 那巴大哥 嗯 你可不可以听我的劝 乖乖的跟医生配合 住院接受治疗好吗 那小贤 那你得先答应帮我一个忙 你都不听医生的话了 我为什么要答应帮你的忙 你帮我这个忙啊 我保证给你三个愿望 三个愿望 拜托 我又不是阿拉丁 你又不是神灯巨人 你给我三个愿望干嘛 哎呦拜托你嘛 带我离开医院嘛 我想到末时期去听麦里唱歌嘛 这个就像这个阿拉丁啊 把那个神灯的巨人放出来的故事是一样样的呀 真的把我当小孩在哄哎 高小妹 你就带八哥哥出去嘛 上次有事情啊 听歌都没有听过一妈 可是你现在的状况 哎呦我的乖女儿 你要带我出去嘛 求求你嘛 带我出去好不好 带我出去好不好 来来来喝茶喝茶来来来来 来来喝茶喝茶来 再来来看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好 我的 我的名字叫 叫 彼得 叔叔你在比什么啊 我在比手语啊 你不是说他不会讲话 我特地去选那个手语呢 他 他好像 看不太懂我的手语呢 小心顾 因为叔叔 他不是学正常的手语 他只是会用动作 表达他自己的想法 哦 这样哦 我忘了啦泰国的手语跟我们的手语 不一样啦 叔叔 那个手语是世界通用的语言 哦 对哦 傻瓜牛没有来我也不知道怎么 跟他沟通呢 我会啊 嗯 叔叔 你不可以跟沈幻青讲说 我偷偷把他约出来哦 突然啊 这样子他对我就有防备心 以后他就不会让我当你的间谍了 哦 小心顾你这样说也有道理呢 嘿嘿 啊 我 我 我可以问他吗 哦 问什么 呃 你 叫 什么 名字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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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什么名字 怎么办 我哪知道这是你的主意 叔叔 他说他叫妞妞 妞妞 你是妞妞 妞妞听起来就是两颗六六 很巧 我们家那个傻夫妞是三个六 你是两个六 太巧了 你跟我儿子 好有缘 来 点菜 来 你们点菜 好 谢谢叔叔 想吃什么 爸爸请客 叔叔 那论坏叫爸爸了 叔叔请客 叔叔 那我们要点 鲑鱼卵3 要细面 然后还有XO酱 海霜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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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这两道 哇 你跟我儿子的傻姑流的口味 是一样的 也太巧了 小仙姑 小仙姑 你可以帮我问他吗 他喜不喜欢我们家的傻姑流 帮我问啊 帮我问哪 现在不喜欢 啊 你可以帮我问他 原因是为什么不喜欢我们傻姑流啊 因为叔叔你就爱跟啊 这样一点你之前都没有了 他就不喜欢 他都没有跟你跟你比 你就 你怎么知道他这样讲的 有啊 他根本不是这样比比比比 一个动作可以代表很多的意思 哦 哦 这样哦 哦 我 我 以后 不会 跟踪了 这样 跟踪 哈 不会了 你跟他讲的 以后我不会跟踪了啦 哦 他 以后不跟踪了 那 你觉得 要喜欢 666 他都会考虑看看 哦 还好 有考虑就好了啦 好了 好了 可以 可以点菜了 哦 好 福生 来来来 来点菜了 来 菜不会慢慢上来 哦 谢谢啊 来来来 菜来了 来来来 吃一点啊 淑女一点 叔叔 他说 有长辈就要长辈先开动 哦 是这样哦 哎呦 很有礼貌呢 好 叔叔 吃一块 大家就开动了 好 开吃了 来来吃 没关系 没关系 喜欢吃就拿去吃 没关系 哎呀 没关系了 吃了吃了 吃 既然来了就尽量吃嘛 小心给我接一下电话 好 哎 喂 不老 好了好了 我等一下过去啊 这样真的可以吗 可以 不好意思啊 我手真的很饿耶 说得很 这个很好吃 那你跟菜面包沾一点 这样子配合 对我跟我爸爸来 都这样子点 真的很香 嗯 我要喝汤 热 好 两点半 两点半到 好吃个饭 好谢谢 叔叔这个鸡很好吃 你多吃一点 哦好好好 不客气啦 你们尽量吃啦 哦 哦对对 来来来 可是我 吃这个样 他那个泰国栽戒 他都吃一些菜啊 这种 没关系啦 在台湾 干不倒啦 在泰国人 在泰国只可以有吃栽戒 在这里没有没有 好 这是 这是 好吃哦 你看 穿这样才自在啊 我应该不用再扮女装了吧 应该不用啦 我想今天之后 叔叔应该真的不会再跟走了 你确定 嗯 我看他刚刚那种兴奋的样子 我觉得他不会那么轻易死七年 那也没关系啊 反正叔叔那么好应付 也对 就看你怎么应付 嗯 那你等一下还要忙吗 等一下 我要回公司耶 我要把APP的东西放上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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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早点休息不要忙太晚 哦 哦 好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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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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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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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是沒有人說 也不需要任何人在身等候 我終於了解你我 是最美麗的三個字 只不寫一個人名字會有用嗎 沒有人一定我 還是一樣灑脫 如果有一天再遇見你時候 未來的路等我只會 愛情 只有寫一個人的名字會有用嗎 當然可以喔 一個人寫用來看得到喔 這也是我也是要嚇死人喔 你是因為萱萱才寫流言版的吧 才不是勒 你明明是喜歡萱萱 你為什麼不敢承認 你那時候來追問惡妮的時候 你都該寫大兵日記的 為什麼現在什麼都不敢做 我現在找你拿夢實際的柴位的 你爸爸是有給你嗎 對 你等我一下 我去拿 你一起來 我一起來 一起來 小潔啊 真的感謝你帶我離開醫院 回到外面的世界啊 呼吸感覺都好順暢 空氣都是甜的 八大哥你別忘了喔 我讓你離開醫院 可是你有答應我 要給我三個神燈巨人的願望喔 放心 我說話算話 只要我辦得到的 絕不食言 那好 我現在要來許第一個願望 這麼快啊 現在就要許第一個願望啊 絕不食言喔 好好那等我一下啊 主人 你需要什麼願望 我一定幫你達成 聖燈巨人 拜託你給我第一個願望 我希望八大哥到醫院接受治療 沒有問題 我一定會達成你的願望的 其實我本來就打算去醫院 你看吧 浪費了一個願望 才不會咧 只要八大哥你的身體健健康康的 這個願望就不算浪費 小姐啊 其實我是打算去開刀 但是 不是現在 為什麼 你知道開刀之前了 是要評估很多事情的 開刀之後會不會痊癒呢 還是要躺在醫院躺很久來靜癢呢 還是會不會半勝不隨呢 還是不能夠提重的東西呢 手術之後不管成功失敗 都有太多的變數 是我沒辦法掌握的 八大哥要有信心 手術會成功的 是的 其實我對開刀也是蠻樂觀的 可是 但是 要的失敗了呢 那 我有很多願望 跟很多事情都來不及做了 所以我想趁著現在 我還有些剩餘的時間 把這些願望 跟該做的事情全部做完 然後 我就會安安心心 快快樂樂的去開刀了 不行啦 你這樣子賴皮耶 不管是開刀還是治療 我許的願望是要八大哥 馬上去醫院 靠小姐 你剛許願的時候 可沒說馬上兩個字哦 那 那不然我再重新許第二個願望 陳真巨人 我的第二個願望是希望八大哥 馬上去醫院 你這才叫賴皮的 你不能許兩個願望 這麼接近嘛 你許別的願望了 不行 好吧 那 我想一下 我想不到 那不然等我想到再許好了 好啊 好啊 我們在幫八大哥整理房間的時候 然後我不小心發現他有一個小本子掉出來 然後上面寫了很多很多的願望耶 願望 嗯 上面有其實什麼 嗯 他寫了好多 可是我當時也沒有想什麼 所以 我沒有記得幾個耶 沒關係啊 不然我們去問八哥哥 那可以完成的就一起幫他完成 那不能完成的就一起想辦法 我也是這樣想耶 可是 我擔心八大哥跟其他人還不太熟 他會不會不願意讓我們陪著他完成願望啊 我是覺得八哥哥的心合力很好 應該久了就會熟了 嗯 而且我剛剛搬進來的時候也跟大家不熟 但是我現在覺得自己跟十七點的一樣 好啊好啊 那這樣之後 我就會常常陪八大哥來這邊喔 沒問題 望十七選舉歡迎你們 謝謝 好啦那你們繼續聊 我還有點事情 我先回去了 不好意思喔 明天開幕我沒有辦法到 沒關係啦 我們訂閱不會去開一天 也是 好 那我就先走囉 好明天小心 拜拜 宽亮 外面那些紙箱你還要嗎 我待會兒整理一下 應該會有人過來收 那可以給我嗎 好啊那去啊 你要那個紙箱幹嘛 裝東西啊 對啦收一收 拜拜 好 我不綁這種馬尾跟穿這樣的連身裙 收到這個禮物總覺得哪裡怪怪的 我想了很久 現在終於知道了 這個禮物是光芯要送給你的 是屬於你的東西 所以我把它寄給你 你要好好把握喔 這個月結束 我就要去美國了 可是想不到 結果周總 我居然是她兒子最大的鐵粉 對啊 我也想不到我媽的反應是那樣 還好當初我決定是對了 嗯 你還說咧 要是阿姨真的生氣喔 我就變成黑名單了啦 不會啦 欸對了那個人情看板的事情 你要是幫我追喔 我怕一次記那麼多格會記丟了 好 嗯 不過林特助 你有沒有想過轉行當摩特酸 蛤 佳姐你不要鬧了啦 不是啊 這次廣告回想這麼好 而且還有你媽媽可以當後盾 怎麼變得也是饒了我吧 好啦好啦 我開玩笑的啊 我不是也拒絕汪總的嗎 嗯 佳姐 這一次我照你承受很多壓力 謝謝你喔 不會 欸 我們多瑪是會負責到底的 嗯 OK 嗯 OK 其實 我這一次跟她一相處 覺得有別以往欸 她其實很好相處 她就是面冷心熱 喔 你才知道 就跟你說我媽沒那麼可怕 你認識她之後 終於發現她的好了吧 嗯 噢 她總應該是把你當成她未來的媳婦 所以對你才會特別嚴厲 那看這一次的結果 你應該是通過考驗 天 對 恭喜你啦 我們您家未來的媳婦 誰是您家媳婦啦 對了 佳姐 那個麥麗根寬亮的咖啡廳要開幕了 我在想我們可不可以以美客好名義 再幫他們寫一篇專訪 當然可以啊 不過既然是重新開幕 那內容就要跟上次有什麼不同 嗯 這樣才可以吸引讀者 那交給你 沒有問題嗎 當然沒有問題啊 謝謝總編 嘿 我先替十七年的弟兄姊妹 跟你們說謝謝 你不要浪費啦 你不要浪費啦 報告是 好 好 謝謝 哇 嘿 來了喔 嗨 嗨 恭喜 還有什麼需要幫忙嗎 沒有了啦 你趕快裡面繼續做吧 那個素額有點在裡面了 喔 嗯 好 那我們伸出去 好 拜拜 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芝芝 今天要往直播的地方是 新開幕的夢十七 你看這裡很漂亮喔 大家要來喔 幫幫你要來 謝謝你要來 跟大家介紹的是 這個是我們的 夢十七的老闆跟老闆娘 寬良跟曼莉 打招呼啊 嗨 嗨 我呢 要跟大家介紹 今天咖啡廳呢 是全台灣最好喝的咖啡廳 到底有多好喝呢 就是比全台灣的咖啡廳還要好喝 走 我們繼續裡面看喔 真的是 夢十七咖啡開幕志慶 貴客一門高朋滿座 財源滾滾生意興隆 發哥 恭喜你 這是我夢十七第一位客人 可以獲得免費的寬兩位咖啡一杯 哎呀 我真的太幸福了 是你們第一個客人 這個巨寶盆送給你們 放在店裡面 謝謝 保著你們咖啡出得去 客人不斷來 夢十七發大財 哈哈哈哈 各個行業 都不斷來 回來的路的母親 高迴 演習 十五 好 夢十七咖啡開幕志慶 貴客一門高朋滿座 财源滚滚 生于兴隆 八哥哥 恭喜你 这有孟十七第一位客人 可以获得免费的宽量味咖啡一杯 哎呀 我真是太幸福了 是你们第一个客人 这个提宝盆送给你们 放在店里面 谢谢 保证你们咖啡出得去 客人不断来 孟十七发大财 谢谢 谢谢 八哥哥 八哥 我们里面坐 等等 我告诉你 这要放在你们咖啡店里面的财工 然后我告诉你 他可厉害了 他比这个招台猫还招台 谢谢 八哥哥 八哥 我们里面坐 好好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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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各位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八哥哥 我们医院做事公共的朋友 八哥哥 你好 还有新朋友 我们来采访这位特别的朋友 你对孟十七的感想是什么 你在直播啊 对啊 大粗的 嗨 大家好 今天是孟十七咖啡的开幕 希望他们能够财员滚滚发大财 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 你叔叔要做什么 等等 等等 你叫我什么叔叔 对啊 我帮你介绍给我的粉丝啊 我 叫哥哥啦 对啊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八自清 怎么会有人说 名字叫八自清 我是姓八 这个自清是我的名字 是亲者自清的自清 八自清 不是算命那个八自清 好 就这样了 那么欢迎八哥哥 谢谢 好 先坐 八哥 先坐 二哥 先坐 二哥 坐 二哥 坐 二哥 二哥 你的VIV坐在那里 哦 八自清 你的VIV坐在那里 把它修好了 真的 哎呀 谢谢 谢谢 我今天才忘了带工具呢 哈哈哈 八自清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边呢 都是我跟快亮十七点的同胞 好好 这位呢是果拉班长 嗨 班长好 你好 那这位是果良 八自清 嗯 你好 这位是舒静 你好 你好 那这位是崔又廷 八自清 她是她的男朋友 哦 我的 好 那这位呢是我 你好 那这两位已经见过了 我见面了 你好 大家好啊 以后我以成莱姆时期喝咖啡 所以我算是你们十七年的新朋友 八哥刚从国外回来 现在就在小贤工作的饭店里面 对对对 小贤要进来跟我说起 你们十七年的跑者还有好朋友 今天很高兴认识大家 谢谢 谢谢 所以呢 芝芝呢 今天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 彩的阿姬 也很荣幸地邀请到我们 孟时期的老板何宽亮 哇 欢迎 欢迎为大家演出这首好听的歌 亲爱的为什么你们在我身边 耶 加油 加油 鼓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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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贴 鼓勵 加油 好 这里的空气很新鲜 这里的想吃很特别 这里的辣椅不香水 这里的夜景很有感觉 在一万英尺的天边 在有港口view的房间 在讨价换钱的商店 在凌晨喧闹的三四点 可是亲爱的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我们有多少时间能浪费 电话再贴美 转转再安慰 也不足以赴不能拥抱你的邀约 我说亲爱的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一个人过一天 想过一年 爱的那一遍 我说亲爱的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我说亲爱的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我 我就忍不住哭了 想过一年 爱的那一遍 乌云一阵片 我很想未来快乐一点 可是亲爱的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天? 谢谢 阿姨有没有听得如痴如醉 有呀 喝茶都喝醉了 95哥谢谢 那 박哥哥 你有没有什么 最后的愿望还没有完成呢 别招 这你别亂讲话好不好 阿芥 你说得对 其实我还有很多愿望都没有完成 好 那爸爸哥哥 你跟我们说 我们大家一起帮你完成 其实啊 你活在向往之后 你已经知道 人生啊 是有很多愿望都能完成 那不一定哦 连事都没有事怎么知道会不会实现 是吧 是吧 对啊 你说得很有道理 我事都没试过 怎么知道我做不到呢 没错 没有任何人可以过多你 去争取幸福的权利 对 对 今天真的很高兴 跟那么多年轻朋友在一起 让我觉得我活力无穷 我今天跟大家开启 我一定要努力去追梦 谢谢你们 来 干杯 干杯 谢谢 谢谢 干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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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到一个APP 专门介绍请你们吃喝玩乐的 这个不是小玩机吗 所以如果我们找那女生来冒时期的话 那这样冒时期就会变更好啊 你那天狗开带那个APP的女生一起来 这个 我真的很羡慕你啊 我也很希望像你一颗这样年轻的鸡 我是你的 你千年都不会饶 哇 那就试试看啦 真的啊 真的啦 我也算了 这个制度也太到了吧 是我 还有一个信仰 有了你我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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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它一直走不停留 远路多少青春埋葬在里头 岁月刻画的伤在蜜眼眸 重复着期待又失落 我们都懂了 人生总是煎熬 悲欢与离合 任谁都逃不了 我们都懂了 爱总是心灵的解药 总会有个人 那永远都一生 我们都懂了 人生总是煎熬 悲欢与离合 任谁都逃不了 我们都懂了 爱就是心灵的解药 总会有个人 永远都一生 在美人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